下午三点多,台北市就业服务站涌近不少人找工作 其中有几位二十几岁的年轻失业者正盯着电脑努力查职缺 他说至少两万三到两万五吧 那类型的是服务业吗? 服务业可以啊 你觉得工作好早吗? 不好 怎么说? 每个企业都说经济不景气,在经济 根据主基础公布的最新失业率 去年一百年平均失业率为百分之四点三九 比九十九年下降百分之零点八二 按年龄层观察,十五到二十四岁年龄者失业率为百分之十二点四七 是所有年龄者中失业率最高的族群 显示出年轻人失业的情况严重 那年轻人在选择工作机会的时候 他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基层对他的一个兴趣 或者是说他的一所学专长不太一样 学者指出,因为大政院校太多 大学以上学历毕业的人越来越多 加上因为大环境不景气 企业真才机会相对少 使得新鲜人的平均薪资约两万六千元 也就是因为这种工需的失衡 那造成这个薪资也没办法提高上来 所以现在大学毕业生的这个失业率 这个平均薪资 但按科系 如果是理工科系可能会拨一点 如果一般来讲的话 大概是两万六、两万七左右 那这个东西大家如果常觉得很低 可是这是市场工需的一个结果 另外根据老委会统计 年后想要转职的民众就有六成 对薪资不满的就占了超过八成 因此为了协助失业者 老委会规划在二月到四月 办理七十场中小型就业活动 及三场大型就业博览会 预计约有1100家厂商 提供近三万个正式且长期的职缺 另外12亿经费的青年就业暂计划 也已经启动了 凡是符合初次寻职者 或连续失业六个月的18岁到29岁失业青年 都可以向老委会申请补助 记者沈小青 英磊琪台北报道